日本国土不大 却保存大片的原始森林 日本政府深切了解大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所以宁定了严厉的法令保护森林 中山先生的父亲年事已高 花了一大笔金钱买下一座森林 打了一间别墅 告老还乡 他还在森林旁挖个池塘 他还在森林旁挖个池塘 养了不少名贵的熏鱼及森鱼 中山老先生闲时就钓鱼赏花 我们获得了老先生的邀请 来到这座豪华别墅 钓鱼烧烤 老先生从山上引进源源不断的山水 池塘里全都是健康的鹤尊及彩虹尊 要吃新鲜的鱼就自己钓吧 石内的钻鱼好像野生般的 平静一流 大厨的钻撋 厨前 大厨的钻撃 在樱花树下 唱一抛头尊鱼 我们是最幸福的钓友 吃里有不少超过三公斤级的红尊 虽然是在人工鱼塘 也不容易解决 中文字幕作词 这条大尊鱼顺理成章 成为我们今天的鱼生主角 没事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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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大尊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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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龙未曾钓过尊鱼 得意忘形 总之 爽的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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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爽 爽爽爽 不过不是在这个爽爽度 好正 不一定 哎 双方车 哇 挺不错的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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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大尊鱼 我认识 这条大尊鱼 很快 我认识 我认识 昨天在蒙古钓的时候 那个鱼鱼 差不多 议讆 老先生的鱼池塘不曾公开 连不会钓鱼的小姐或小妹妹 都可以钓到名正天下的尊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